北京时间8月4日,巴塞罗那俱乐部官方宣布,德甲豪门拜仁慕尼黑中场比达尔加盟球队,赚会费为1900万欧元。 巴塞罗那截胡国密签约比达尔,在从罗马手中截胡巴西小将马尔科姆之后,巴萨又在国密手中将比达尔成功截胡,至此,再接连引进阿图尔、朗格莱、塞梅多、马尔科姆、比达尔之后,巴萨在今夏的引元基本结束,反观黄马,并没有像之前的几届世界杯年一样,招揽大牌巨星,只是从皇家社会引进奥德里奥索拉。 从乌克兰引进第三门将卢宁,从巴西弗拉门戈引进维尼修斯,而球队王牌C罗又出走尤恩图斯,这样皇马的封线实力大减。 C罗此前一直有传闻称,皇马准备1.5亿英镑,打包比利时双星球库尔图瓦和阿扎尔。 但离五大联赛夏季转会窗结束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,皇马真的还未出手,今夏还会有大动作,让我们拭目以待,阿扎尔和库尔图瓦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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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